接着到今集的最后一套 这一套也是很完整的精神病 所以我不喜欢看的 但我欣赏的 网络依存症 有病得的角色而已 我不是喜欢那个女主角 我觉得很惹怀 接着我们要讲那套 就是线上游戏的老婆不可能是女生 又是很长的名字 讲一下我为什么欣赏的原因 我经常都会说我是很喜欢一个角色 始终如一 他可以有改变 但请不要一个绝地的改变 那种就是精神病 虽然这套作品里面 亚子这个角色 一开波就是 他是妄想症监网络依存症 但最终他也是没有被解释过 一句话说了 我对这些没得救的角色 我是有很重的credit 监督也挺尊重原作的 他对上一场监督 对主角是很稍微的 其实我觉得这套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陶剑 他对上监督的就是这套 很久以前 对了 我觉得那套不是很疏疏的 那些是疯了 没有觉得是疏不疏疏的 我觉得这套最反感 就是女主角的很多行为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是社交问题 就是很简单 你认识你的朋友之后 那些朋友会说 唱这些东西 他可能不是秘密 但你不想这么多人知道的东西 他想说唱 你也觉得不开心 对不对 我这么说 他比起所谓 我的朋友很少的角色设定 你这套设定 这个人没有朋友 你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正常啊 怎会有朋友呢 他也说他以前玩 这个游戏问题组队 当然了 他的角色设定是符合他的结果的 但其他角色是不符合的 只不过他说什么呢 我突然吐了一个 其实我是一个很残念的人 我真是顶你这个快 看回他家里 有一段时间说他妈妈和他 看这个布局 他又不是一个很残念的样子 他整个角色有问题 你明白 只要走近他就说几句话 你会发觉这个人是疯狂的 他经常扭下头 不敢说声 他又是一些社交障碍的问题 我对这套作品 我也是说他合理 而他合理得来就是 合乎他这个角色的设定 有些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才会觉得有趣 即使你觉得这条线的极致 其实他第一个位 阿子第一个位 就是知道猫基老师 抛弃了世传 然后以为他拿刀出来 谁知道他拿刀出来 但是他拿东西出来 想袭击这个行为 你会觉得是 哇 去到极致 但是他拿出来的物品 而是令你觉得 咦 其实他没可能去拿刀 这件事是有趣的 虽然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会觉得很恐怖 但是我们作为一套 我想到他会做些事 但是我想不到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最终的结果 是拿把不是空气的东西 他想着去撲死 狗品芝麻官 上方不要说咸鱼 你会说 反过来 看回男主角 第一次看到他的妻子 其实 相对来说 如果以英奇这个人 是较为理性的人来说 我又没有想到 去到第六七集 英奇开始对他起谈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古怪 这一点我觉得是有点不正确 他不正确就得不正常 你想说是吧 只有两个不正常 我觉得这个位置 并不是这样的 当你知道就是 一个 他的年龄 就等于他没有女朋友的年龄 而有条女孩黏起来 而那个样子还是不错的话 明知是毒药 这些死人 最初见到 这条女孩是他上网的时候 是没问题的 实际上是很正常的 你要明白 我为什么说这套东西 我看下去 我没有其他所谓的 我没有那种反感的原因 就是什么 其他作品 甚至这些作品说什么 这个杀男来的 死什么什么什么的 说到他不堪入目 但是什么呢 全部女孩都会黏起来 这条男孩虽然也有个限度 有力强了 但是你看到这套作品里面 甚至所有的女角 都不会喜欢世传 他们只不过是当他一个朋友 网友 甚至是打机的机友 不是你看到 Lalaco 其实不是跟西村 因为是我的朋友 在这个部位过来玩玩玩而已 你一说 说了一个最不关事的例子出来 而当你在这个例子底下 有一条女孩黏起来 你就知道就是什么 你知道自己人生是无望 我是无可能不找到一个女朋友的话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有个方法 这是一个情景问题 你想不想 你以为苏多个人没听到 你不要这条女孩 你之后永远都不会就有了 那你怎么办 不就是我们咪下一句 缩就一辈子了 你现在这个 你一刻要试一下 瘋的 是怎么样 你一刻不试就 永远都没试 而问题是什么 在试这个瘋的期间 就是知道 他可能有得救 如果你救到他 就变成就是什么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现充 被拿车的培育货席 生路历程是这样的 西村一开始是很想逃避 亚子这个角色 你醒醒吧 你没有老公的 到他发现了 这个女角 有他可爱之处 他慢慢被他吸引 从而在故事进展里 他得知这个女角 并不是没办法救 只是救的方式 不是一个正常的救法 而还是什么呢 身边有很多不同的同伴 很愿意协助他 去拯救这个女角 而这个女角 还是喜欢自己的 都是一个情景问题 你想不想 都是说一句 那变化在哪里 我要说就是 Nalaka开始说 那个游戏第五集 连结合他们的group 连结合英奇 亚子开始有逃避的情况 而不上学 而那段最后是 男主角到他家敲门 男人和他一起不上学 而他的女主角 开始自己觉得有点醒悟 这一集是整套 最短短短短短短短 转的位置是漂亮的 挺好看的 他这一套 我觉得他比其他学部 所谓男女关系发展的 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你会知道 英奇是慢慢掌握 如何驾驭这个女人 不是驾驭 是调教 然后如何控制她 你看到的 其实他之后有一集有点罪的 当英奇不在亚子身边的时候 那三位女角 会长阿西 他们觉得 亚子根本上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人 他们就发觉 原来这个世界上 能够可以介入这个女人的人 只有西村 所以最后就联络她 很神奇 所以整件事是有起乘转合的 你看回游戏是一样的 开始 亚子是不断正式Luci兰 是不懂用的 没有人跟她组络队的 后来 懂得两个人玩combo 是可以合体技的 只有老师可以跟你合体技 所以故事里面 你看到的 他是有推进的 这两个人的关系 你是慢慢加深的 即使你不要管 亚子有病的问题 亚子有病的问题 是阻碍他们 可以直接直送本女 这个问题 这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当这个障碍了之后 我都说这套作品就完了 等同于是什么 我的朋友很少 你交到朋友你就完了 但是问题就是 他一开始就已经交到朋友了 所以说这套作品 我知道 可能听众都不认同 Anyway 但是他的确是有那个 的进程在里面 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学步 他的故事里面 这班人 真的关系在慢慢加深 另外一个喜欢就是 因为爽快 这些角色其实是 无论会长 阿西也好 就是他们的性格 他们是保持着 他们不会说经历了什么 一件好消息 突然间说 哇 觉得男主角很man in 然后就变成一个 差仔的故事 那时候就要什么了 真的是school day 哇 什么都没有 校园 戀愛喜剧 现在就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作品的定位 如果有个女角是 瘋的 或者是 丧的 你有第二个 都是 丧的 其实拍不了下去 至少现在没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个会长也是 那个会长也是 那个会长是用钱 那面钱是癫爽的 不同 这个是不同 他明白 李嘉诚 扔了一千万内货金 都是很少钱的 我都说 他里面里面 他其实 无货金概念 亚子 讲完 无论他里面有很多人 说他们的所谓的人生哲理 有些人一定会认同 因为你也是那类人 你觉得他想着 我是不是踩着一条 不应该踩的界线 阿西要双赢 他又是什么呢 他要兼顾 他正常 和他嗜好那一面 他不可以让人知道 他嗜好那一面 其实他面面俱原 他是做佬的 他依然是做佬 这份是 读给他的朋友知道之后 他的朋友帮他接近之后 他说 我那没事 真的没事 我可以继续 而会长那个就是什么 他人生就是什么 他说他戒然 我觉得说 你又很合理 以你这样的财力来说 只要不影响生活的货金 就不是货金 那的确是 真的等同一一个人 就是说 打机 我一个月花三千多元 但我没有其他嗜好 你的娱乐都是三千多元 那你为什么说 我会影响生活呢 打回这个例子 你觉得 突然间你觉得这个人 简直是世界的救赎 你懂得理财 阿子说那句话 在网上结婚 入面之后再找不同 那就是假鱷魚 然后你又想起来 咦 好像有道理 那一瞬间 我跟其他角色 那个感觉 我同步了 其实是 我博他不到 你觉得有些问题 他那个是常理 他用一个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没有常理的人 他不是像其他角色那样 他不是不通晓常理 他只是不愿意面对的常理 但是他知道的常理 甚至就是什么呢 只要将他自己的思维整合了之后 他整合了一套真理 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分不清网上游戏 和一个真实生活的妻妻 她是一个网上游戏的妻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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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把网上游戏的妻妻 变成了把她的妻妻 你不要当她是妻妻 她的感觉是这样的 她觉得她在网上游戏 应该是跟你在现实上 都是做同一样的事 他那种错误 其实是挺搞笑的 不是不一定是错误 是转一 我在游戏里面认识的妻妻 我确实也要找她做妻妻 我在网上跟你谈恋爱 跟我在现实见面跟你谈恋爱 是不是一样呢 一样 但是你看到 在游戏里面说的对白 我都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你 不一样而已 等同于在你面前 你和那个人说爱你 还有我在WhatsApp里 我跟你说爱你 意义是不是一样呢 是的 有机会是 所以说 那个道理 你一个瞬间 你觉得 喂 这个人其实 它是掌握了那部份的真理 所以那句要拒绝不到之间 所以我一开始看 我都没有意义 然后我再心想 为什么这些人会认同 然后我再想 咦又是 那刻我都辞了一步 老实说我自己 我看多一次才想 咦 他原来在说这件事 然后我再细心想 咦 你又不是错 不是 那句是跟他的后 和之前的剧情 你先谈回 选得通 在游戏里面 你说的话 就是你的话 对他来说 这些人是真人 而我知道 他是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因为什么呢 他比这些角色 很强烈的 性格 或者特性 他过了什么呢 我经常会说的话 学步啊 合宿啊 合宿啊 荣衣啊 荣衣啊 温存啊 就是那些 但是 学研製 我已经是 这些位置 对我来说 我已经不在乎了 为什么 整天都要这样做 读BBQ一样 他一样 他做完 但是你觉得 我不是记得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从来都不是重点 这些东西的重点就是 他这些角色 是怎样去说一些 很看似无理 但是其实 在他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 他有他的道理 或者 都是合宿有名 但是当时是一个背景 他们之后就立刻 翻译打机 我们讲的是打机 online的东西 没有他们没有的行动 不是 MISS就出来吵 就说要他们玩 要去挥灑青春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这套 出色的地方 是角色的担当的岗位 他里面一些 固有的情节 他老实说他真的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强烈的角色 去做带动的话 老实说 我们是不会理解 背景现在是什么地方 他的故事 我感觉上就是 女主角 虽然说是癫癫所略 但是我们看这些动画 我们都觉得对女主角 有些要求就是 希望他有变化 不要第一至十二集 都是 虽然我们是同一个角色 我们不接受 他把另一个角色 转到第二个角色 但是第一个角色 你可以附加一些东西 而给我们一些 bonus 不要一直平排 或者倒退 因为我们很害怕这些 或者这么说 因为这类型的作品 通常都是会开口供向 某种意义上 在你的潜意上 你去代入角色 但是现在就是什么 你代入角色就是什么 你代入了角色 你就输了 因为就是什么 你的年龄 就是你没有女朋友的年龄 而你身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 很危险 很危险 但是他很喜欢你的女人 所以他一集说过 起初以为那个猫肌是人妖 你看到剧 理论上的游戏里面 那些女玩家玩的男角 男角玩女玩家 当然他虚异化 就是变成真人 我连他网上 他所谓网络游戏的情节 我也没有好处理 但是他是不是做得不好 也不是 其实他也挺标准的 其实他做得到 比较大老的游戏 他不会跟你说是游戏的设定 但是大陆的剧情会理解 你玩游戏会理解 他是一个网上游戏 玩家会面对过的一些问题 或者生态 他也有铺牌出来 是不是铺牌出的新式 不是 但是他贫着 他这些角色 这么有特性 而且这么始终如一 而且他有个坚持 知道就是说 只有一个静人 其余的人是不会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 但是至少我在动画里面 现在就是说 其他人应该是 不会去喜欢西村这个人的 是的 那就相对来说 这个是他的吸引点 但是你说 太过痴纏的角色 有时来说 大家又觉得看得 是不是真的这么过瘾 所以我就反感 我看不到下去 老实说 很烦 太过烦 太过喜欢女主角 有其他角色选 他太多躁情 是的 很躁音 很反感 看不到下去 其实我们有时 我都会觉得 有一些女角 是很讨厌 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时候 我们有些是公认 讨厌的女角 但是 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真的讨厌不起她 其实我有 讨厌是很个人化的 是的 所以我说 其实你不讨厌这个女角 那你喜欢其他女角 没什么的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套作法 跟我来说 感觉是有趣 问题就是 佑玛说的说法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 其他女角 也带不出我去 去掩却对她的反感 所以就没办法了 糟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个金鬼之后 我觉得 我在动画的脑袋 越走越远 你开始越来越丰富了 已经不是 丰富的问题 是一个深远的问题 是一个深远的问题 他的点数配置 全部都回到 我觉得我和大家越走越远 不是 这条文人对应该怎么说 配置正常的 应该是 不要紧 下个星期 动画无伤的良心 CANVA就会回来了 大家拭目以待,迷家是怎樣解讀 這個很高難度 好,我們這集到這裡,我們下集再見,拜拜